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游泥尼克设计的George 本次暗场位于新北市的三重 是新城屋 室内实际屏数为19屏 扣掉卫浴及阳台 我们实际施坐的部分是15屏 屋主是一对夫妻 那当初在购买预售物的时候 也委托我们协助课便 那经过两年时间的等待 三个月的装潢期 我们今天新屋终于落成了 我们就来带大家看看它的房子吧 Hello 请进 我们先来看看这边 我们设计了一个鞋柜 来 我打开给大家看 哇 一样 其实给予非常大的收纳量 那小编 你有没有看到这里 这里有什么东西 总开关箱 总开关箱 很好 你现在学会了 下面还有个落电箱 那为什么我要特别讲这块呢 现在的房子通常偏小 那这个东西一定会在屋子里面 这个时候你要考虑的是 我要不要坐鞋柜把它挡起来 然后可以大大增加你的收纳量 或者是你把它镂空起来 可是这时候你的收纳量就会被打折 如果你要把它做满的话 你的成板一定要做成活动 像这样可以调整的 因为总开关箱或是落电箱 虽然很少很少用 不过呢 它还是会有用到的那么一天 当你要用到的 这个地方如果做固定的 哇完蛋了 你的所有东西都没办法拿下来 你要维修会非常的困难 我建议屋主们 你一定要把它做满 但是这个成板一定要做活动的 好再来 鞋柜的部分呢 有没有看到 我们还是一定要有这个透气孔 免得鞋子在里面发臭 或是潮湿啊发霉等等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只要在玄关这边 我们所有的柜子都会做有透气孔的设计 好 再来看看这是什么柜呢 这个是我们的外出衣帽柜 这个地方有一个伸缩感 这个衣服啊外套啊 一进来就可以刮这边 那再把它缩回去 好这个我们做伸缩的 那一样 这个地方呢 还是有透气的功能 透气孔在这个地方 在进门的右手边呢 我们也设计了一个玄关柜 这个玄关柜就是方便你 一进来可以放信件啊 钥匙啊 零钱啊 在你的打开门的另外一边 而不是同一边 同一边的话你要打开门 再进来再关起来 再放东西这样太麻烦了 所以方向一定要对哦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一块区域呢 是我们特别规划的落成区 我们采用的是仿水磨石的地砖 来做出与空间的区隔哦 水磨石裹小教室里面地板上的那种 没有错 如果你知道教室的那个水磨石代表 小编你也有点年纪了哦 告辞 那为配合整个空间的氛围以及色调呢 我们特地选用这块比较缤纷的 让屋主一打开门 就会比较明亮的感觉 再来我要好好介绍 这个造型很特殊的铁件屏风 它除了可以区隔客厅以及玄关 这个区域范围以外呢 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 阻挡现在很多房子大门一打开 看到的穿塘煞哦 这个屏风呢 我们不但用了线条去做出几何的设计感 而且我们还用了不同材质的玻璃哦 像这一块就是灰波 这一块是超白波 这一块就是细纹玻璃 利用玻璃这样子不同的材质 除了可以让空间有穿透感之外 还可以有层次感 我们的玄关区域就介绍完毕了 那我们接下来往里面走吧 现在看到这一块是厨房的区域 当初屋主并没有要客变 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做任何的变动 但是他有提到一个要求 他希望在里面煮菜的时候呢 不要有油烟飘到客厅去 所以我们帮他做了一个活动式的玻璃滑门 像这样 这样子呢就可以有效的阻隔油烟的 蔓延到外面去 但是材质的部分 我建议是用玻璃的 为什么呢 因为常常很多妈妈在煮饭的时候 如果这时候他外面有小朋友 哭啊在闹啊 或是在笑在玩啊 他难免会有点担心 这个时候如果是密闭的门 你根本就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如果是玻璃的 你还可以稍微看一下看一下 这样子你煮的时候也会比较安心一点 现在一般的建商啊 大部分都只会预留冰箱的位置 他其实不会预留电器柜的位置 当初在跟屋主讨论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在思考 这个电器柜的收纳 我们要把它放到哪里好呢 后来终于被我们破解了 我们利用这道墙 原本的电视墙是在这里 我们把它整个延伸到前面这个地方 然后制造出一个电器柜的空间 宽度我们设定是60公分 深度呢 则是设定50公分 那后面的空间 我们也没有浪费哦 跟我来 我们利用了这样子的深度呢 后面创造出一个 女主人最梦寐以求的储藏室 很多人都想要有储藏室 对不对 今天又教你一招了 收纳空间满足了 李姿有的 那面子呢 我们来看看 像这样子的电视墙 很多的屋主都希望说 自己家里的电视墙 能够有一面很气派的 碍于预算的关系呢 常常没有办法选用一些 比较高级的材料 这个时候 你可以采用我的做法 我们这边呢 是采用一些比较特殊的 艺术涂料 把它做成仿石纹的感觉 除了把成本给降低之外 你还可以做出像大理石 只是这样的感觉 我们一开始呢 跟屋主讨论最后决定的风格是 现代北欧风 所以我们在沙发背墙后面 用了一个墨兰迪绿色 作为整个开放式空间的主色调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用餐区 这边的背餐柜呢 你会发现呢 我们也采用了绿色 跟刚才那个主墙面做一个呼应 上面这个柜子呢 的门片呢 我们用的是玻璃门片 搭配了灯光的设计 主要是因为 屋主他有一些收藏用的公仔 他会放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背餐柜的旁边呢 就是我们餐桌的位置 这一次呢 我们特地选用一个比较 现代风格的吊灯 来呼应整个空间 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哦 这个吊灯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会跟餐桌的风格呢 做一个融合 有人喜欢一盏 两盏 或是三盏 这都没有关系 但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跟着餐桌的风格 以及尺寸做一个结合 我们工领域 所有的柜体 都离地面提高了20公分 之所以要提高 就是为了减少柜体 落地时候的笨重感 大家都希望柜子做到顶 来减少灰尘的堆积 但如果你家的坪数很小 你柜子做到顶 又做到底的时候呢 这样的柜子会让你有很大的压迫感 你可以在柜体底部保留一些距离 再搭配上灯光 就可以减轻视觉上的重量感 哦对 还有屋主也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 抬高这样的距离之后 扫地机器人也可以畅行屋主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是我们这间的工领域 并没有施做天花板 整个工领域的屏数呢 是9屏 虽然是长形的 但是看起来却不会很拥挤 不做天花板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当然是比较节省预算 第二个好处就是 如果视觉看起来比较高 那你感觉就会比较大 有优点当然也有缺点 如果你没有做天花板 当然有些管线你都看得到了 像这个地方就是楼板电灯的出线盒 它还会有一些管线外露的部分 像那边也有一个出线盒 虽然天花板我们没有施做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空调冷煤管会经过的地方 建议还是包覆一下会比较美观哦 第二个缺点就是你灯具的选择会受限 像砍灯啊核灯你都不能装 一般没有做天花板 最适合的灯具就是轨道灯以及西顶灯 像我们这里采用就是可调角度的轨道灯 如果你家想做轨道灯 建议大家到时候在灯具的数量上面 可以多买两盏 以防以后不时之需 你想要调整角度或是增加量源的时候 可以用哦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主卧的部分哦 哇主卧 你看我们在外面配置了一个洗手台 为什么洗手台就放在外面 怎么放在里面啊 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什么 使用厕所 所以在厕所里面可能要灌洗啊上厕所啊 这个时候如果有人食用很久 全部都卡在一起 那你上班就一定会吃到啦 所以我们刻意将洗手台独立在外面 这样子才好方便食用 如果洗手台是在外面的时候呢 当你在食用的时候 那个水或多或少一定会不小心溅到外面来 注意地上可以放一块吸水垫 免得到处都湿湿的哦 这次我们主卧用的色系呢 像你看到的像这样的藕色系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大地色系 因为进来房间之后呢 我们就是要放松跟休息了 所以尽量不要太鲜艳的颜色 这个格局其实是很多屋主 梦寐以求的边间格局 它的采光跟通风都特别好 问题是这样的格局在配置床位上面呢 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阻碍哦 这个床最好的摆放方向就是在这里 那刚好就在窗户的底下 所以呢我们设计了一个移动式的床头板 这个时候呢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只要把它关起来 你就可以一觉到天亮 免得太早阳光把你叫起床 你周末想要睡晚一点都没有办法 之所以把它做成活动式 是因为我们绝对不会去破坏 这么好的采光 衣柜这边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设计 就是这个地方是设定给屋主来放未来的床头柜的 但床头柜一旦放下去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门片就会打不开了 所以我们特地将它分成了上下两片 床头柜一旦放进去 你上面还是可以开哦像这样子 那你下柜的部分呢 就可以放些比较不常用的物品 那我们组卧介绍完毕了 我们来看看隔壁这间 隔壁这间呢是规划成小孩房 我们来看看吧 你会发现现在这个空间什么都没有 是因为现在屋主并没有小朋友 可是未来有生育的计划打算 唯一建议先做好的柜体就是衣柜 因为衣柜是属于比较大型的收纳柜体 你在外面买到的一些活动家具啊 很难买到刚好符合空间尺寸需求的 而且啊量身定做的衣柜 比较能够有效的利用空间 那我们来做总结咯 第一个很多人都会讨论 我家装潢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做天花板 如果你的屋内进高并没有很高的时候 我建议不要再做天花板来制造压迫感了 不做天花板会看到有些管线外露的问题 这个时候你要先问问自己 到底能不能够接受哦 住的舒服会远比降低成本来的重要 二造型铁件的运用 有些人会觉得在家里出现很多铁件 会不会觉得很冰冷或是很工业风呢 但其实不会 线条运用的好 其实可以创造出整个空间的层次感 像这次工领运的木兰迪绿以及木纹 结合我们的铁件造型 看起来也是非常现代很温暖的 像今天的装潢费用是90万 对 那实际是做的平数是15平 那我自己感觉是做了蛮多东西的 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对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今天我的装潢预算 这个真的很有限的话 我要怎么样可以做的更有感觉 装潢预算有限这件事情呢 其实每个屋主都会碰到 那我的建议就是说 一开始你可以将你的整个房子 划分成工领域及私领域的部分 那将装潢预算做一个比例上的调配 像工领域的部分 我可能会建议你放70%甚至80% 那私领域的部分 把基本的收纳做起来就好了 例如说主卧或是客房 甚至小孩房 先把衣柜做起来 大部分的活动家具 其实它的选择性都蛮多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不一定要选择量身定做 你可以选择现成的家具 在工领域的部分呢 我刚刚影片也有说到 你真的想要选用一些 比较高级有质感的材料的时候 预算不想要花这么多 你可以采用一些替代材质啊 像我刚刚有提到特殊涂料 你可以做出仿大理石的感觉 其实一样焊起来很有质感 而且你的成本是大幅的降低的 你也可以不要选择做天花板 你不但可以制造整个房屋的高挑感 还可以节省预算 这也是一招啊 但前提是你要能够接受管线外露这件事情 除了不做天花板之外 还有其他的小秘诀 可以让空间开起来比较大 如果要放大整个空间的话 你还可以采用就是比较浅色系的门片搭配 就是说不要用太重或太鲜艳的颜色 再来穿透性的材质可以多用一点 像是我们一开始进来那个铁键屏风 我们就用穿透式的玻璃 可以放大整的感觉 像有些柜体的门片 你可以局部使用透明的材质 像玻璃这样的材质 里面再搭配灯光设计 一样可以让它看起来有放大的感觉 但是记得 玻璃门片不要坐在柜体的下半部喔 这样子很容易就剔破了 还不显 如何投资理财创造被动收入实现财富自由 房市火热 政府打房一波波 房价越打越高 何时才是买房好时机 请锁定每周二如晚间八点钟 中天财经频道 张亚廷和您以前同行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中天新闻的观众是有独家的好看